好,下位是胡志偉議員 代表主席 其實本來是按照議事規程 就是霸四條,有了規格 如果事件和你有直接的金錢利益的情況之下 就有處理的方法 本來都很清楚的 所以主席,你如果一早申報了 按照程序 當我們同事有懷疑的時候 你就去討論,表決,繼續主持 其實整件事就完結了 但由上個星期 即是上一次的會議 你就自己裁決自己沒有問題 然後就繼續討論 不處理陳志全議員的提出 今天一開始的時間 就著事件不作討論 當然後來討論了 但這些都是反映了 就是主席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當你面對利益衝突可能的一些涉源事件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好好運用到這個議事的程序 是在最尊重議會的議事過程 是作出一個安排和決定的 我覺得就著這一點的話 我是基於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接下來的特別爭議性的 東北的討論裡面 其實主席你是不適宜繼續主持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那種的爭議只會無人無知 也都令到討論更加不暢順 而往後的安排 我當然希望就是主席吸收今次的經驗 以後就會做足你應該要做的利益申報問題 以及如果當有同事質疑這一點的事情 也將主持的安排交付給議會的決定 那這個我想是會對在議事堂上面 所有同事是一個最公道 也都是會令到主席的一個公正無私的角色 能夠很清楚地展示在公眾的面前 這個也是幫助到我們的議會 在處理問題的時間 能夠有一個恰當的機制去維護議會的尊嚴 多謝主席